就在灵瑶强大无比的杀戮招数 即将降临那一刹那 这一对守护身当中的那一名男子 果断抬起了一只右手 一脸惊恐地看着灵瑶 而后扑通一声 单膝跪地 对着眼前的灵瑶双手抱拳 一副毕恭毕敬的臣服姿态 我们选择投降 隔下的实力 远远超乎我们二人的想象 所谓的信仰 在生死的面前显得毫无意义 或许阁下所说放弃抵抗 就是我们能够得到最好的选择了 该说不说 这个男守护身紧要关头 还是满时时务的 灵瑶嘴角轻轻勾勒起一丝完美的弧度 而后他身上的冰霜属性 恐怖气息瞬间消散 整个人又恢复了 之前那般田径绝美的模样 缓缓重新落在了地面之上 你们不用求我 你们的生死并不掌控在我的手中 我只不过是一个执行命令的人罢了 还需要我们老大徐扬亲自点头 才能决定你们的生死 徐扬听到灵瑶这么一说 面带微笑上前几步 既然你让人选择了放弃 那么就在我们面前 废掉你们的修为 然后再回答我们几个问题 守护神夫妻二人对视一眼 仍旧是一脸平静的点头 紧接着同时开始结印 起初徐扬四人还以为这是要两个家伙 自费功法力量的必要手段 然而很快徐扬便发现了不对劲 不过他似乎并没有立刻出手阻止 眼前这夫妻二人的动作 仅仅只是轻轻闭上了双眼 摇里摇头 脸上的微笑不仅已经流露了出来 就在那守护神话音刚落的一瞬间 两人画到两座幽光 顷刻之间消失在了原地 然而还没等徐扬四人一阵呼吸完毕 再次张开双眼的时候 徐扬便看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这夫妻两个守护神 虽说功法成功释放了出来 然而却并没有出现在 自己想要离开的轨迹当中 这空间传送功法释放完毕 两人居然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夫妻二人四眼懵逼 他们做梦也没想到 眼前徐扬四个人竟然悄无声息地改变了 周围的时空间法则 让二人最为擅长的空间移动功法 完全失去了效果 原本按照这人的功法力量 一旦刚刚的传送功法释放成功 两个人就会在顷刻之间被传送在千里之外 那样的话就能够躲避徐扬四个人的秒杀 谁知道自己玩了个小聪明 却是全部都看在了徐扬的眼中 不动声色地瓦解了对方的功法 让这夫妻二人狠狠地打了自己的脸一波 也让他们一下子丧失了对抗的勇气和信心 夫妻二人万念俱灰 就这样颓败无力地摊在了原地 等待着他们的毫无疑问的将是陨落的结局 很遗憾 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欺骗我 而你们两个偏偏触及了我的底线 如果说你们真心选择臣服的话 虽然丧失了修为 但是我不会要你们的性命 可惜现在你们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走向陨落是你们唯一的结局 徐扬话音一落 不过轻轻做出了一个挥一挥长袖的动作 眼前这一对守护神夫妻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没错 在徐扬的面前 任何自以为是的反抗都显得这般可笑 这一对夫妻二人求生欲真的很强 可惜他们遇到了徐扬四人 命运早就已经在那一刻 不再任由他们自己的掌控 在将眼前这一对夫妻守护神消灭之后 徐扬不做丝毫犹豫 立刻带着其他团队众人 朝着下一个目的地进发 目前为止 整个天眼神道当中 十二守护神位 已经被徐扬团队消灭了四个 剩下八个人 则都不在无双帝国的范畴当中 不过徐扬从刚刚那一对夫妻守护神的记忆当中 读取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那就是无双帝国的皇室 似乎掌控着一些关于天眼神道 主神级别的秘密 而这个 在那一对夫妻守护神的脑海当中 属于禁忌所在 没有办法直接从他们的记忆深处开发出来 因此 徐扬带着自己的团队众人 直奔无双帝国皇宫 想要在离开这一帝国之前 找到那个无双帝国的皇帝 弄清楚封印在无双帝国当中 有关主神的真正秘密 以四个人的绞成 并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 便来到了无双帝国的皇室大堂内 高高在上的皇帝 看起来是一个年轻公子哥的模样 想来也是应该继位不久 殊不知这一任无双帝国的新皇 历经图治 也是一个颇有能力的君主 遗憾的是这家伙做了本不应该自己去做的事情 跨越了守护神级别 直接尝试触碰主神级的秘密 殊不知 这也是他能够顺利继位 成为无双帝国皇帝的重要砝码 因为他的背后有天眼神道 三大主神其中之一 那个神秘强者的知识 才让他获得了如今无双帝国的皇位 徐扬已经考虑得十分清楚了 他必须要撬开这个无双帝国新任皇帝的嘴巴 从而得到有关这个主神级别强者的真正秘密 来者何人 皇宫外围 数百穿着黄金盔甲的顶级战士们纷纷围上前来 徐扬冷笑一声 似乎看起来他并没有更多的耐心 轻轻挥了挥衣袖 强大无比的功法 力量瞬间出现 化作一道收割人族生命的恐怖漩涡 席卷过的位置 这些披着黄金盔甲的战士们 全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丧失了生命力 化作一道又一道干涸的骷髅体 而他们这些骸骨也并没有存在太长的时间 随着一股凉风掠过每一具骸骨 全都化为支离破碎 顷刻之间消失在了皇宫当中 看到这一幕 整个无双帝国皇宫内的护卫军团们 完全傻眼了 他们意识到眼前这四个人实力 似乎已经达到了主神那个级别 甚至更强 仅仅是徐扬弹指一挥奸 消灭了数百黄金战士 其他战士便都意识到了这几个人 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抗衡的 更重要的是 如今无双帝国麾下仅有的三个守护神级别的神位 都已经被徐扬团队消灭得干干净净 他们已经没有足够强大的修士团队 来对抗这一波恐怖的入侵者 高高坐在主位上的皇帝 显然比其他人更加淡定了几分 吃费地管理 有点逢天